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卡的小朋友 沒錯 今天要完整的跟大家分析 一到九峰的黑化蜂王 到底應該先練誰 以及他們的腐化龍科 要先做哪一顆的分析喔 話不說說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那麼首先為大家帶來懶人包 建議大家先做一些腐化龍科 像是八峰龍科我覺得是最值得做的 因為它有增加秒數 用起來是相當的舒服 再來可以考慮練黑化九峰跟黑化八峰 這兩張的主動技能當隊員都是超級實用 再來 把九峰龍科 七峰龍科 三峰龍科給補齊 那這是神族最好用的三顆龍科 接著 你可以考慮依照你現有的隊伍種族 去練指定的腐化龍科 那一二五峰 都可以接著去做成武裝龍科 那再來最後 則是增加一些牛棚 可以先考慮 從黑化四峰 黑化一峰 黑化七峰 跟黑化二峰 開始練起 最後有多的素材 再練黑化六峰 那麼接著我們要教大家如何做腐化龍科 首先我們找到八峰王進行潛能解放 解放成這個型態的八峰王 接著我們就可以拿它做成腐化龍科了 不過要注意 如果說你是要做成腐化龍科 在潛能解放之前 不要練它的技能等級 單純練等級 練到99等 再進行潛能解放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是要拿八峰王作為隊員的話 記得在前演之前 就要練到滿等滿技 再進行進化 會是比較好的 那這次八峰王的特性是它的攻擊力 算是目前 全遊戲中 單張卡片最高的喔 好 那如果說你沒有八峰王的 你可以來這邊 移基特許裡面 打到八峰王的一個卡片 那如果說你要練技能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吃它的專屬練技能小怪 好 那接著我們就來為大家示範 如何做成武裝龍科 進化版本的瘋王才有辦法 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不能在隊伍中 把它用上去 所以說 我們解除最愛 解除隊伍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直接來把它做成龍科 那一樣進入到我們龍科頁面這裡 龍科 龍魯 武裝龍科 好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了 接著再放上兩個龍科原料 這邊就可以直接合出黑化版本的龍科了 那麼接著要深入的跟大家分析 到底佛阿龍科要先做哪一科 那基本上就是依照你現在最常玩的種族 去決定你要先做哪一個龍科 那就依強度來看的話 現在是魔族跟神族的卡片 會是比較強勢的 所以魔族跟神族的腐化龍科 可以優先做起來 那尤其魔族的腐化龍科 這個真的超舒服 可以直接增加超級多的轉出秒數 所以這些魔族卡片 未來當隊員也是可以直接使用上這個八峰的龍科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先從八峰龍科開始做起 那每一個種族龍科最多都做三顆就可以了 就可以挑戰災惡極了 神族龍科比較特別喔 那可以先做九峰 三峰 七峰 這三種龍科各做一顆 就可以有全面的一個結伴能力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想要為未來做準備的話 可以先把五峰的龍科給做起來 因為我們已經確定下一個黑金是暗屬性的龍族了 好那其他的話就根據我們畫面所列出最常用的一些卡片 來去決定你要先做哪一個腐化龍科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有多的素材的話 其實這些武裝龍科是全部都可以先做起來的 那麼這邊也幫大家整理出目前為止 所推出過的神族腐化龍科的一個比較 那首先九峰龍科是全新的龍科 他的特點在於他作為隊長是可以直接延遲兩回 加上他最高有長速3.6倍的喔 不過他的長速倍率雖然是最高 但是有點難觸發 他必須消除一組九粒的符石 加上六種珠子才可以觸發到額外3.6倍的倍率 所以如果說你要最穩定能夠發揮長速增傷的話 反而是可以用三峰或六峰的龍科 那七峰龍科的特點在於他可以進場減CD2加上延長1秒 所以今天就依照你的功能性去決定你要帶哪個龍科 那個人覺得九峰龍科也是蠻值得去培養的一個腐化龍科 接著要跟大家分析黑化瘋王的部分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黑化九瘋王是最值得培養的卡片之一 他作為免費卡他給的解版能力超級OP 首先他的技能2CD8就帶有解除暴風 還原稅裂跟無視減傷抗性的解版能力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解除暴風其實是有蠻多的相關解鈍卡 但是他是第二張暗屬的解除暴風 所以這個地位也是挺獨特的 再來還原稅裂的部分也是很實用的一個解版能力 最獨特的是他這個無視減傷抗性 是目前全遊戲唯一一張不限種族可以讓全隊無視指定減傷抗性的敵劑 所以這個實用性是相當的恐怖 光是他這個主動技能2就已經夠OP了 他還有另外一個技能 那麼另外一個技能是可以引爆整版掉落畫面中所看到的這個固版 這個固版仔細一看其實沒有那麼完美 因為水火木只有各一顆 我們沒有辦法單靠這個主動技能去手銷整版 更是沒有辦法解什麼6種竹子同等盾了 那這個版面其實還有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 像是進手銷水火木只能手銷光暗星的一個敵方技能 或者是可以經過研究去動很少的步數去解數字盾 所以這個版面也不能說完全沒用 更甚至這個版面有個特點是 他的暗、光、星這三種珠子都是一組9顆的浮石 那這個可以直接觸發他本身腐化龍科的額外倍率 所以說這個版面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用途的 那因為黑化九峰他的技能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我個人會優先推薦大家先留一張黑化九峰 有多的素材再把它做成九峰腐化龍科 那你會發現到腐化龍科其實只有在打再二級會比較常用到 正常通關關卡還是比較需要這種比較實用的隊員卡吧 那八峰龍科其實是一個例外 因為他作為隊員是可以增加秒數 對於模組無論他是當隊長或當隊員都可以使用到 所以八峰龍科可以先做 那這邊黑化九峰、黑化八峰做完之後 再去做相對應的腐化龍科就可以了 那麼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的黑化八峰王 這張卡片也是模組相當重要的隊員喔 他可以直接無視黏斧 甚至還可以直接一消 自身無視拼圖盾都是相當好用的 所以八峰黑化也可以考慮直接練起來 那除此之外他本身的攻擊力機質也是相當高的喔 好那再來第二個推薦鏈呢 反而就是這種妖精的好翁隊員 像是薩魯曼他本身有固板 還可以直接讓妖精無視拼圖盾跟弓潛 是一個很重要的隊員 再來妖精也可以練這一張四峰 他最重要的特點是他可以直接有個固板還可以點燃敵方 接著的話最實用的應該就是七峰了 七峰有這個固板 還可以直接拼圖盾還可以直接增加combo 那剩下的其實我覺得都不太實用啦 就是出場機會真的比較少 就依照自己的喜好去練就可以了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影片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更多問題都歡迎在留言區提問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種全字幕的精緻影片 別忘了按個喜歡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類似的影片給大家 也別忘了按下你的追蹈鈕 以及幫忙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提供送你 讓我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